大家好 又是我Jacky 帶大家來到中山三鄉的華法觀山水 這條影片是由我一位香港朋友托我拍的 Jacky 因為我通不了關 過不了現場樓盤 但他之前又買了洋樓和朋友買了別墅 已經是收樓的階段 他也委託了我們去收樓驗樓 他想看整個樓盤現在的環境究竟是怎樣 就好像我身處這個商業街 他究竟是甚麼店鋪開了和他現在整成怎樣 或者是他買了洋樓和朋友的別墅 究竟他的花園是怎樣 因為之前是未上來買樓的時候 他還未做好 他還是一個工地的形式 就看不到他自己的花園究竟是多漂亮 今次我就受人所託 過到這一邊就拍攝華法觀山水整個樓盤 他有的一個商業街是怎樣的 他的學校是怎樣的 他的一個June Room是怎樣的 還有他的花園是怎樣的 還有我們的停車場之前都未看過 停車場的話我們要拍到怎樣的 今次我就帶大家看看整個觀山水的全貌 就不介紹單位了 都可以後面享受我們一個純影片 看看環境是怎樣的 首先看到國觀山水的會所 有June Room 有泳池 還有一些兒童天地 比方球室 這些都是供給所有業主一起享用的 同時他的商業街其實開了店舖很多 有士多 有咖啡店 有一些食肆 還有一些藥房 其實都是比較早開的一些民生配套 現在的話 因為他的區域分得比較多 有紫竹園 紫羅園 紫藤園 這些不同的區域 看清楚 左邊的話 我們會標準 我們去到每一個區域是哪裡的 現在看的就是 整個樓盤 一個花園 一個車道上去是怎樣的 同時 第一個位置 我們先看 我們的山地別墅 即是紫藤園 這個位置比較特別 因為之前買的時候 是沒有開放的 上不去看的 業主買了之後 可能就疫情後邊 先是搞定了 就可以上去看 但是通不了 過不了 現在我們就看看 整個山地別墅 紫藤園的一個環境是怎樣的 首先因為他半山越來越高 所以我們見到是完全無遮擋 環境也非常漂亮 還有天氣好的話 南天白雲 當然少不了 還有 它是分得比較細分的 是每一個階級 不同的單位 現在已經是上到頂上了 還有我們也看看 因為他每幾動的話 他都有同一個車庫 我們抽其中一個車庫進去看看 到時如果是泊車 就泊在你家樓下的 有些單位的話 他可以直接從車庫 有門口上到單位 現在看的話就是一個紫竹園 紫竹園的話就是平地別墅的一期 我們平時說的 它環境的話我相信之前買的客戶都已經看過了 因為他這裡是可以自由出入 行進去看的 現在看看他收樓之後 一個環境其實整個環境 其實整個非常好 就是平地別墅 紫竹園 記住 這一邊的話 他也是有地庫 可以直入到單位 就是車庫那邊 如果不可以直入單位的那些戶數 他可以由一個樓梯直接走上來 行多兩步 就回到家了 所以他一個泊車都是非常方便 就在樓下 同時這個位置我相信之前買的業主 他都沒看過 因為這裡 他的紫竹園平地二期別墅 都是全封閉式的 是我們說的疫情之後搞定了 收樓才開放 也可以看回這個環境 都是非常漂亮 現在我們看到的畫 就是一個洋樓的view 這個洋樓的期數 就是二期洋房 它就叫紫來園 就看你們的單位上的訊息 是不是叫紫來園 是的話 就是看這個view 內園有泳池 有跑道 有很多的六直六花 這一邊的話 就帶大家遊遊園 其實真的很漂亮 之前買樓的時候 都是沒做好 一定要看回 現在我們進入洋樓的大堂Lobby 一樓 我們看看從洋樓去停車場 內車庫是怎樣的 首先車庫一共有三層 這個紫囊園的車庫是有三層的 這個車庫不單是給洋樓的業主 還要是給一期的別墅 即是紫竹園的別墅的業主 去一齊用 還有車庫也是非常漂亮 每一層都有它自己獨立的Lobby 一個大堂仔 還有它的所有的車庫停車 泊車位 它都是塗了防水漆的 所以很難得會有這麼多 即是會有這麼好的發展商 會幫你做到整個車庫這麼漂亮 負一樓就是綠色 然後負二樓就是藍色 不同的顏色 非常有色彩 至少進入到停車場 你都感覺到回到家很溫馨 我們再看看負三層的停車場 車位一定是非常多 很充足 除了車庫有車位之外 我們其實兩邊的路邊 其實都有車位 都可以拍 其實如果你租這裡的車位 都不貴 都是幾百元 兩百多元一個月 所以很棒 又有電車位 整件片 其實就是看了 我們的業主 如果買了華發官山水 這個樓盤 他未看過一個內源是怎樣的 以及未看過單位周邊是怎樣的 其實今次就非常清晰 如果是看到你單位的位置 不妨在下方的一個評論區留言 看看你覺得這個樓盤 你買了這個樓盤之後 你成為業主 現在看到你覺得 對不合你心水 就是有沒有達到你期望 還是你覺得還是差了一些 其實都可以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同時 記得追蹤我們的YouTube頻道 如果沒有買這個樓盤的觀眾朋友 買了其他樓盤的觀眾朋友 都不要緊 你可以說回你買了哪個樓盤 我們可以下一期做一期 你那個樓盤的一個 唇響的影片 就是一個花園是怎樣的 周邊是怎樣的 讓大家看看 不要緊的 歡迎在下方留言 你買了哪個樓盤 OK 追蹤我們 我們會帶你看看 最貼地的灣區生活 拜拜